Gigi Bo Gong 嘿嘿嘿 不要小看大肚男 说到勇敢 说到机灵 他是一群棒 喂喂喂 别在他面前逞强 所有做二分子 一旦见到他 善意跑 而他很简单 他最爱是冰激凌棒棒糖 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他注注 下注不用败 Oh Gigi Bo 童话你做英雄 Oh Gigi Bo 让血线中流动 Oh Gigi Bo 一切掌握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月月步 月圆之夜的恶魔 恰 佩达 B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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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i B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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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灵 B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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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找谁 你没看见一个那么大的兔子 抓了一个女孩路过这里 我没看到 那你没有听说过 关于恐怖兔子的传说呢 传说倒是有一个 不过那倒是吓唬小孩子用的 你快给我讲一讲 说不定那只传说出的兔子 和抓丑女孩的兔子有关系呢 听我爷爷讲 我们兔兔家族每过一千年 就会诞生一个月夜兔 每到月圆之夜 它的脑袋上就会长出第三只耳朵 第三只耳朵 第三只耳朵拥有非凡的魔力 可以把一切东西都变成萝卜 包括人 变成萝卜 会怎么样呢 当然是被月夜兔吃掉了 果然是篇小孩子的传说 好圆的月亮啊 不会这么巧吧 真的很巧啊 救命啊 哎呀 真可惜呀 大萝卜 我有一颗小萝卜 我心里长得意 不知怎么花 那我生了一生你 丢了一个学生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相信叽叽豹 他一定会把飞丽找回来的 这是一定是上帝赐给我的萝卜 它的价格绝对不低于牛顿的苹果 小萝卜 小萝卜 飞飞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怎么会这样 是他 老大 你看这房子长得猥琐又嚣张 飞飞肯定被关在里面了 只要我把飞飞救回来 校长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的 是吗伯丁 直接就让你做新校长了呢 到时候我让你做教导主任 谢谢 谢谢老大弟吧 有杀戏 这房子怎么会动呢 老大 老大 这会怎么办呢 会走 老大 怎么办呢 老大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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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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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老大 可逼了 超级瓶装 老大 老大 又有两个萝卜送上门了 萝卜 哪里有萝卜呀 我们是送外卖的 我这只兔子太厉害了 我不能白白送死 还是回去找校长吧 萝卜送我的棒棒糖 萝卜有危险 我 我不能退缩 臭兔子 快把费费放出来 忽然 我折断你的耳朵 来呀 看看是谁的耳朵先断 完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这真的会变成肉酱吗 对了 爷爷的秘籍 就这个 武装直升机 超级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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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飞机我就会怕你 我照拍 你这个臭子猪 有种你别跑 有种你别拍啊 看招 看我的厉害 到我了 怎么打不着啊 来喽 来喽 可恶的家伙 这也能飞起来呀 这座兔房子能飞起来 是因为它运用了直升机的飞行原理 直升机的螺旋桨 桨叶前面圆盾 后面尖锐 上表面比较远拱 下表面比较平直 所以上下表面之间 形成了一个压力差 便产生了向上的生力 直升机就飞起来了 好啊 好啊 菲菲 快快救我 臭兔子 快把菲菲还给我 现在就还给你 啊 啊 啊 只能用这招啦 好险啊 可恶 我要把你们变成萝卜 我就不信打不住你们 看电 小猪猪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啊 我在这里 来呀来呀 你这个三只耳朵的丑兔子 你们去死吧 哈哈哈哈 菲菲你真聪明 竟然想到用镜面反射眼里 来对付那只可恶的兔子 也得小猪猪你身手敏捷才行啊 说了也是啊 哈哈哈哈 老大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变回越南的样子啊 我记得现在的样子很土哎 我怎么知道 要是让我逼到那只死兔子 我就 老大 这颗萝卜有点灭熟啊 嗯 嗯 啊 烧童回我都能认识他 四肚子 我揍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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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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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